说起跳水这项体育运动 虽然也是一项重要的赛事 但其实本身它并不是太起眼 只因为我们的全妹妹 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跳成名 从此彻底地带火了整个跳水界 我们都知道全红蝉在奥运会的时候 成绩那是非常的好 甚至还有三个满分的存在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有一个人可能还要比全红蝉出众 他在一个赛事中 直接拿到七个满分 你能相信吗 他就是中国跳水队的任倩 而且作为全红蝉的贵人周继红 也是对任倩做出很高的评价 可以说现在看他的训练 到目前为止 看能稀的训练 觉得就他这种样子的训练水平 那世界上女子十米台还有人 谁能跟他比啊 就是这种样子的感觉 那么听到这句话 我们就知道作为跳水队的灵魂人物周继红 都做出这样的表态 那当然也讲不了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灵魅后的任倩 任倩2001年出生于四川都江燕 6岁进省队 11岁进国家队 这份履历说他是老天爷喂饭吃也不过分 任倩的天赋极高 性格也很有特点 13-14岁开始参加国内国际大赛 但他一点不怯场 不管是超常发挥还是失误 看不到高兴或者懊恼的表情 有一份荣辱不经超越年龄的成熟 当然这样的性格也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 父母离异 从济世起 父亲在任倩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没有给过抚养费 也没有看过他 是母亲一个人担任了父母两个角色 三岁练体操 六岁练跳水 很小就独立生活 虽然年纪小 但任倩很能体谅母亲的辛苦 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哪怕是严重的受伤 任倩的优势在于天赋高 能吃苦 他的入水技术真的在国家队独一无二 到2016年 是任倩职业生涯第一个高光期 这一年跳水世界杯决赛 任倩一跳风神 这一跳气味裁判都给了满分十分 任倩最终夺冠 收获了自己个人第一个世界冠军 同样是这一年的里约奥运会跳水比赛 女子十米台任倩把预赛跳成决赛 把决赛跳成个人秀 她的动作完成度极高 入水更是赏心悦目 有一种俐落的美感 但是运动员最害怕的 就是自己的发育期 特别是对于女跳水运动员来说 比较可惜的是 此次东京奥运会时期 任倩迎来了自己的发育期 成绩不稳定 未能参赛 很多运动员 在发育期体重突然失控 会极大影响自己的成绩 这个时期运动员要刻苦训练 还要努力控制饮食 甜食零食基本都是奢望 更重要的是直面内心的迷茫 突然成绩下降的挫败感 任倩现在就在面对这件事 有时候说 运动员没有童年并不是夸张 甚至有时候 可以说没有少年时光 任倩曾说自己就像鱼一样 什么事而转头就忘 以前怎么难过都记不起来 那就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祝福任倩一直可以是一条 无忧无虑的鱼 也相信未来在世界大赛 会再次看到你跳跃遨游 那么现如今随着任倩的 淡出人们的视线 所以全红衬就备受大家的关注 所以在没有任倩的东京奥运会 全红衬一名惊人 夺得冠军 也在全运会中更是灿烂夺目 所以以后的时代也正是全红衬的时代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全红衬现如今的状况和任倩的状态差不多 任倩也是在13岁的时候参加国家大赛 并且获得7个满分的成绩 但是随着发育期的问题 才让他没有出席本次奥运会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的谨慎一点 避免再出现这样的人才流失情况 而且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全妹妹对于美食 那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细心的网友都会发现 相信大家刚刚开始 见到全红衬的时候 只是一个很是瘦小的小妹妹 但是就在这几个月的过程中 全红衬竟然变化不小 她的个头长高了不少 从一开始 小小的下巴也慢慢地变得圆润了起来 所以全红衬不但变高了 还变胖了 我们所知道的全妹妹 可是一名名妇其实的小吃货 我依然还记得在食堂里面 全红衬吃着拿着的场面 也是让大家觉得她很真实 很可爱 说到这儿 大家肯定会担心 跳水运动员对身体上的控制 是极其严格的 全红衬能在东京奥运会上 和全运会上得到双冠王的成绩 和她瘦小的身材 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体型较小 容易控制动作 这一点不仅仅是人欠的例子 而且作为同事 国家队队员的张家琪和陈玉希 都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发育期之前 她跳水的时候 感觉身体是轻飘飘的 但是现在的状况就是 跳的时候 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尽管现在的全红衬 非常的耀眼 但是还是要尽量的 克制一点才行啊 我们都很期待 你们能够在下一次的赛事中 继续的为国家争取荣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巅峰时期的人欠和现在的全红衬对比 你觉得谁更强一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